文人雅士 诸侯大夫 一个根的职位 展现着属于他们的荣光 只有相诗显得如此神奇 令人神往 朝代的交替 他们能讨论两三句 也许因为自己的一些话 就可以使千人生死 也可左右自己的命运 今天小编就来讲讲唐代的 两个关于占卜的旷世奇才 一位是著作推背图的袁天刚 明师出高徒 那么另一位就是他的独门弟子 袁天刚的推队图里 预言了唐朝的新衰更替 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竟说了若干年后将会发生中日战争 让人不禁感叹 太神奇了吧 那武则天和袁天刚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快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 袁天刚名声很大 被武家请来家里做客 那时的武则天还在强宝之中 当他看到 杨氏杨氏就是武则天的母亲后大惊 喊道夫人啊 你的孩子今后的前途将不可限定了 接着 他看到年纪很小 还在夫人怀抱中的孩子武则天 肯定的 惊讶的点点头 接着又看到孩子的两个叔叔 说 两位以后关职会很高 后来真的验证了大师的说法 武则天成为女皇 两位叔叔权力极高 只要经过他的预测 似乎没有什么使不准的 我们都知道 李世民也就是 尽过奋斗成为后来的唐太宗 李世民是个会用闲的人 四年就把他请到长安 李世民死之后 袁天刚也离开了朝廷 归往东南山隐居 武则天成为女皇后 不顾大师的想法 硬把人再次招进宫中 他心想 这个人做的事情太过诡异 说的话也这么灵验 如果不能为我所用 那我只好把他杀了 据史料记载 武则天并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说你来帮我吧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闻天刚这么聪明的人 早就知道了武则天的用意 告诉他自己已经无心于朝堂之上 也不想要再次出山 后来的某一天 当时隔多年 应要求再紧如今成为女皇的武则天 看向 闻天刚并没有说出什么 只告诉武则天天机不可泄露 武则天很生气 把袁大师留在自己身边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既然大师不能为自己所用 怎么杀了便是 这时大师突然告诉武则天 胜也落水 摔也落水 武则天不懂他的意思 也感到隐隐的不安 武则天继续询问 袁天刚说十年后 将有一场影响 武则天统治的事情发生 武则天一直觉得袁的预言很准 也很敬畏他的预言 所以就不敢杀他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 那个事是什么 他也因此存活了很久 所以后人都被他的智慧折服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故事 看来知识和信息 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